花莲毒品防治中心结合全线各社区部落共同推动了反毒宣导计划 虽然今年的疫情很严峻,让各个相关计划受阻 不过各个社区部落在谨守防疫原则下 也包括成立了反毒小兼兵或者是部落妈妈走跳等突破性的宣导 生活上级单位肯定,而未来疫情期间也会给予最大的支持后盾 纵使疫情严峻,来自花莲各社区部落协会 主要干部在防疫最高指导原则之下 毒品防治等相关业务的推动仍持续不中断 其实每个角色都是防防相扣 那也许我们只是想要用小朋友最新的力量 就是说他们,我没有想要碰 可是你每天都会碰的时候,我会不会也不小心碰我 这样子的角度去来做一个小小的唱 他是有小精兵,我们是妇女妇妇妇 因为我们都是女生的一些妈妈 就有些姐妹她有碰就跟我一起出来做防毒宣导 不论是成立防毒小尖兵 部落妈妈地毯式宣传等等 社区部落种种突破性的宣导教育 也获得上级单位的肯定 他们应该是公所的 而且对面就是会是一样的原来的地方 都是为了一些健康 不管是烟啊、酒、冰啊 还有就是毒品这个部分 然而疫情严峻期间,部分部落社区也碰上了计划经费的运用 与执行、核销等难题 5月15号就9、9、5 我们所有的工作就不能再做了 所以刚刚好像是14号做完 然后45号就三级介缘 这样子就是没有什么期限啊 你们就是用完就可以先送出来 从今年初期台湾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县内23个社区部落协会配合花林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 共同推动执行的毒品防治计划 虽然受到影响 不过社区部落协会仍全力来推动完成 平均完成度也都有7成以上 社区部落协会高度重视 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也深深感动于肯定 也其免社区部落在防疫安全的原则下 一起来拒绝毒品进入社区部落 维护部落社区无独的生活环境 组品民同在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